接着大家看到县议员谢国荣则是针对日出乡大道的工程进度 以及渔民出海常常是被海巡熟查获 影响到他们的生计这两项来质询县府相关单位 县议谢国荣表示日出乡线大道已经动工相当久了 旅游进度是相当缓慢影响到附近店家的生计 希望县府建设处能够协调好相关单位 务必做好监督的工作 今天主要的议题就是我们日出乡线大道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使得商家几个月没有做生意了 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那个日出乡线大道的施工 可能要拖到明年底 拖到明年底所有的这个商家的问题 这个租金的问题就是希望我们法律县政府能不能来补贴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这个乌拉肥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移民去捕乌拉肥的时候 顺道回来的时候刚好白带鱼也可以抓的时候 现在白带鱼正常季节 他们也顺便抓了白带鱼 可是现在就是说在移法里面说它违法 这山海里跟五海里这个争议在暗行这边 就是说它以目测的方式使用我们所有的移民不能去捕捉 希望说我们法律县政府有义务 尤其跟暗行海行这两个单位好好的协调沟通 让我们所有的移民能有生计 谢谢谢光表示日出乡线大道从东宫到现在 施工都还没有进展 希望建设处能够拿出积极的作为 让乡线大道工程能够提早完工 记得久不见华彩博导